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5日 星期四 美國 一連串的動作 除了把台積電變成美積電之外 很多人開始跟隊 對付中國 包括在晶片科技 這方面向其他國家施壓 現階段 荷蘭日本 已經歸隊 當然 中國對於這些邪惡俗心 美國是不會放過去的 美國參議員 提出一項法案 要計劃制裁中國的華為技術 以及中國的5G科技 令到他 不可以 用美國的銀行服務 把他們踢出整個美國的金融體系 路透社報導 這份由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 柯頓 提出的法案 他得到民主黨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的支持 即是說 民主黨是會支持共和黨這個議案的 法案 尋求嚴厲制裁華為 以及其他 不值得信任 在美國 從事經濟間諜行為的中國5G產品生產商 法案 就會在上述的實體加入財政部的指定制裁 他們實際上 會被排除於美國金融體系之外 即是說 他們在美國不用做生意了 華為還沒有答覆 這個路透社的訪問 美國議員以前就試過限制華為 使用美國銀行服務 當時 在Donald Trump年代 即是2020年曾經提出的 今天捲土重來 柯頓在聲明之中就說 近年來我們在國內都有 大進展 國內國外都有 打擊華為主導的5G 攝取美國人資料的邪惡企圖 我們 不可以讓華為 和中國共產黨接近美國人的個人資料 以及我國最敏感的防禦系統 美國檢方10月份 以試圖干涉華為 調查為理由 起訴兩個中國情報人員 檢方表示 這兩個人 企圖策反一個美國執法人員 做他們的間諜 但他們找到目標其實是美國特工 人家已經撞了你們很久了 不單止如此 還有一連串的動作 拜登政府 計劃 將長江泉儲等36家中國企業 臨入貿易黑名單 我們會繼續說 詳細說一下美國有甚麼一連串動作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 星期二日報效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在國內的朋友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訂購我們的VPN服務 在我們的 網站 這個節目下面簡介有的 大家繼續去第2行就是 第2行就是我們的VPN 中央社華盛頓 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 今天 媒體 美國時間是昨天 拜登計劃將中國 國際液體 晶片製造廠 這個龍頭叫長江傳柱 YMTC 以及另外35間中國企業 南入貿易黑名單 阻止他們購買美國的零件 報導引述熟資內情的人士就這麼說 美國商務部 最快會在今個星期 將這些中國企業 列為所謂的實體清單 這些企業 一旦被列入實體清單的話 即是說 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 美國供應商 仍然需要申請額外許可 才可以出貨給他們 即是說高技術就不用置意了 低技術也要申請 長江傳柱這家公司拒絕 評論 美國商務部也沒有即時回應路透社的查詢 路透社上個月看到商務部某些官員在廣告中表示 包括長江傳柱在內的幾十家中國企業 可能 最早會在今年的 12月份 被列入貿易黑名單 其實兩個月之前 美國也公佈了嚴厲的出口管制措施 將長江傳柱等31家企業 列入 未經核實的清單 令中國更加沒有辦法得到 高端半導體的產品 也生產不了 金融時報較早時也報導過 長江傳柱向中國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 生產的智慧手機提供 快閃的記憶體 當然是違反了美國的出口管制 既然你違反了 現在就要動你了 面對美國這個 來勢洶洶的制裁 中國當然不是坐以待斃 當然他們會做事 新華社報導 中國的商務部 調發司負責人 表示 中國將和美國 這些晶片 出口管制措施 向世衛投訴 而且 表示他們有些被人 惡意的制裁 惡意的底製 美方近年不斷犯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出口管制措施 阻礙晶片等產品的正常貿易 威脅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 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 這個司法部負責人 他說 希望美方放棄靈和博弈思維 及時糾正錯誤做法 停止擾亂晶片等高科技產品貿易 維護中美正常貿易往來 美國商務部在10月份公布 和中國交易的新制裁措施 不單止是半導體 相關的製造設備 設計軟件和人才也要得到批准 目前 加大中國購買或研發 先進半導體的難度 美國晶片製造商一定要得到商務部的許可 才可以出口 用於先進人工智慧計算和超級計算的晶片 拜登政府的官員表示 有必要這樣做 因為這些是我們防止中國增強軍力 以及開發新的尖端武器設備 日經中文網也這麼說 中國高性能半導體的製造設備一直是依靠盡口的 目標 是實現科學的 技術自強自立 智力提高半導體自給率 但美國強化出口管制 使中國戰略帶來很大的影響 不單止是這樣 中國 這次計劃 扔一萬億人民幣出來 要搞一個自主研發 因為被美國 一棍就吐到他 本身不遂了 中國說要計劃再來過 不過 其實幾年前 已經試過扔一萬億去搞晶片 結果所有的錢 全都輸了 所有的晶片企業 全部爛尾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 北京計劃 撤資一萬億人民幣 援助中國的半導體企業 希望可以搞到自主研發 對抗美國 封殺中國科技盡子的行動 北京計劃 定了一個五年計劃 這五年裏面 大規模的財政獎勵方案 主要是提供寶座 稅務減免 提升國內半導體的產量 以及鼓勵研究活動 消息人士透露 大部分款項會用於補助中國企業在採購本土的半導體設備 主要是半導體的製造廠 消息人士說 這類企業可以得到採購金額的兩成的補助 北京當局表明 發展晶片自主研發 是國家的優先政策 當然 美國也不枉多樣 因為美國就透過晶片法 將提供527億美金補助美國半導體生產和研究 當然 給稅務優惠 給了很多不同的優惠 吸引廠 搬回美國 台積電是其中一個例子 現在北京就是用 同一個方法 你補貼 我補貼 不過 人家已經是成熟了的科技 你是抄襲人家的 你甚麼都沒有 所以 大家用同一個方法 但是得出來的結果 是不會一樣的 我們看到了 美國政府 其實最近動作頻頻 除了對於 中國之外 俄國也有一樣 美國已經有議員提出 要在聯合國裏面 將俄羅斯 常任理事國 安美會常任理事國身份 踢走 不過 要得到 中國的同意 我相信也挺難的 不過 起碼 先做出一個姿態 因為你這個侵略者 根本沒有資格 留在這個安理會 甚麼要安理會 安全理事會 這個侵略者怎麼可能在這裏存在呢 我們看到美國政府動作頻頻 我們接下來 會繼續跟進 有些甚麼再跟大家報導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像會有discount valores 請問一期